那这个最后说的有点急啊 我觉得挺重要的 就是说把各地方特色的产品 专门列出一栏来 因为全国到处都有嘛 凭什么在你这买呢 你光是价格便宜的价格占 又没什么太大意思 到后期把谁打败了 自己独立了 然后又开始涨价 因为很多这种都是恶意竞争 甚至是赔钱一开始就这样砸出来 多少就是多少啊 你赚这个不赚钱 你又何必做呢 商业企业对吧 然后就是不管是吃的用的 都有自己各地方特色 这个就很好 那其实呢我们建议 其他地方的水土的产品呢 包括穿的用的 不一定适合你这个地方 不过我们体会一下 尝尝鲜 也就仅此而已 因为现代人可能说不讲就胡吃害塞 乱穿乱用 他连衣服 都不一定适合你这个地方的 这一方 随土之气 穿丝绸的不一定就舒服 不适合你这个气候 他当地不产这种东西 那才是最自然 当地当季 涨出来什么 什么时候涨出来的 又便宜 他对你又好 所以呢 后来我们这个想法干脆也就烙一烙 就彻底放下来 因为没钱没投入 那个时代风气也过去了 然后呢 当时也是到处拉投资 因为拉了半天 被别人拉走了 因为自己也 反正实际是没钱 光有这个钱案呢 也没有贵人 没有扶持 不谢 他们有搞这个什么 也是一个搞团购的 把我拉去 搞这个特检 这个集合广告 就是他这个广告 是做这个的 然后其他一家 是跟这个相关的产品 都拉在一起 这也是一个 翘活吧 然后 但是 没有形成相当的繁华的这种 城市啊 做这个其实都是虚浮 没有底子做支撑 光是搞这个表面文章的 那不行 大城市 现在想一想 还勉强可以 所以这个也就 没成 想法都是很 好像很 看似很超前的 但是不符合 当地 这个 或者说现状 光有超高的想法 模式 现在都 讲究这个 没什么意义 那包括后来 又找了一家 就创业公司 那我们当地唐山 为一个民间组织 叫互动会 就是联合各大 大学校园八个嘛 那这样一算 好像大学还挺多 当时就这样 有分校也算上 然后 各种的兼职啊 是一方面 校园的广告啊 其实他就占了一个 师范大学的 食堂的电视媒体 包括广告的发行 学生有些 还是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因为上了大学 都是家长供的嘛 但是尤其师范 其实 好像 交钱的还比较少 这交的学费 那么 几个年轻人 就这样晃来晃去 他们的想法一方面 那么 是 这 的 是 居 这 是